那正确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好 我们请来一个小模特 我教大家一下 其实现在最常见的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家长给孩子 醒鼻涕怎么醒 用纸把孩子的鼻子一按住 好 醒鼻涕 醒鼻涕 这样 对吧 是这样最常见的 你们也都是这么做的 是吗 对 大错 特错 等会儿 什么 醒鼻涕都错了 反正我就发现了 我们的人生充满了错误 对啊 我们刚才讲了 就是孩子的咽骨管 是非常平的 非常直 非常短的 对吧 然后我们如果说 把它的两个小鼻子 都使劲按住了 醒的时候 那么压力非常大的 一部分鼻涕似乎出来了 那么很多的脏东西 倒流回去了 一使劲把那个鼻涕逼到 对 压力就很大的 所以这很危险的 我们自己的一些身体的感受 因为我们小时候也不注意 打喷嚏的时候 可能会捏住鼻子 我会感觉到那种压力 巨大 濡泪 突然那一瞬间 而且很难受的 对 它有没有可能 真的有没有可能鼻涕入脑 是这样 我在临床上面碰到过 鼻涕进脑 不是 不是鼻涕进脑 它就是说打喷嚏的时候 它那个鼻腔的压力太大 太大之后的话 它冲破了我们的脑膜 冲破脑膜之后的话 它那个老脊液 从破碎的脑膜和那个 本来就没有连接好的 那个骨缝里面流出来了 真是太吓人了 它就好像流清鼻涕一样 不停地流 不停地流 老师刚才一说我警醒了 如果我们还有那种 错的方法 清鼻涕的话 很容易让脑子里浸鼻涕 这比脑子里浸水 还严重呢 还严重一些 因为它里边会有细菌 没错 正确地醒鼻涕的方式 一般我建议家长 要站到孩子的后边 好 后边啊 对对 你站到前面的话 你很容易说 它一有鼻涕 弄你自己 站到孩子后面没关系的 上身要前倾一点 那么用纸堵住孩子的 一个鼻子 看见没有 要一定要露出来 对 往前面弯一下 然后叫他 请鼻涕 做个游戏啊 看看能不能喷到 小马叔叔啊 来 比 三 二 一 好 我们换一张纸啊 注意 换一张纸了 好 来 我这里了啊